Hello,大家好,我是姜姜 今天来陪大家聊聊灵感这两个字 我称它为灵魂的感知 因为之前有用小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看了那个通行灵界的科学家 史威登堡这个书 这一本书里面也有提到灵感 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或是创作者的灵感都来自天上 那戏部书里面都有讲解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六感 第六感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些好朋友或是好姐妹好兄弟 他们常会说第六感很准 我第六感很准 那这第六感 你们讲第六感 你们会觉得这不是属于我们身上的功能 对不对 其实这是我们身上的功能 只是我们被人类的教导 万一一层又一层的给抹灭掉 因为这些灵感 可能刹那间他没有逻辑 也因为他没有逻辑 所以很容易被人类给轻忽 就是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样子 那可能比较跳动的人 就是比较会抓住这些一刹那的念头的人 他就会觉得我第六感很强 所以今天用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这些灵感确实没有逻辑 好今天有一个家人 就是元老级的家人 他打电话给我 跟我报平安 因为他觉得说我可能会担心他 就乖乖的跟我打电话 报平安 他跟我说他本来已经买好408班次 这一次泰鲁格号的这个事件的车票 然后呢 可是他就是有个念头跟他讲说退票吧 退票吧 我就说那你怎么可能就乖乖的退票呢 他就开始讲 因为他有跟他姐姐一起要回花莲 他每一年这个时候都会回花莲 去跟亲人祭拜嘛 那姐姐一直没有跟他说到底要不要开车去 但是他事先已经把车票买好了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准备 如果决定要开车还不开车 至少有把票买到 那就在前一天可能姐就 姐姐就考虑好说不然我们就开车去好了 所以他就刚好讯息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念头跟他说退票吧 那他就乖乖听话退票了 然后当然他就筛了十个小时 还是一个小时 从从哪里啊 台北吗 南坎从南坎开到花莲 总共开了十个还是一个小时 那当然开到宜兰段的时候 宜兰段就清水那边就看到很多的警车啊 消防车啊救护车啊 因为他跟姐姐开车嘛在聊天 所以他没有听到他手机有一堆人在找他 那当然他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就讲到说还好他有听那个念头 就是听那个刹那间的念头 取消了那个班次 跟姐姐开车去 讲到这边来讲的话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你车票已经买好了 如果用人类的思维去看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坐太鲁阁号 大概两个小时半就可以从台北到花莲了 可是我开车可能要因为塞车而不知道要开多久 如果你用人类的思考去思考这件事情 你们就会大部分80%90%的人都会认为 反正票都已经买好了 何必这么累呢 在火车上我们可以谈天 可以休息 可以小睡一下 对不对 那我们干嘛要这样开着车回去 这是人类的思考 如果你的票已经买好的话 对吧 就是如果你用人类的思考模式 去思考这些突然来的灵感 你是抓不到老天要帮助你的刹那 就是老天其实要帮你的时候 是尽可能的用 你们人类想不到的方式去点醒你们 去点你们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在那个moment 抓到那个老天要给你的讯息 也就是灵感的部分 就是灵魂的感知 所以你如果走在身心灵越久的人 你一层一层的脱掉 人类教导你的外衣时 你确实会因为这样 刹那间就抓住老天要给你的念头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 又很玄的事情 所以刚刚这个家人他打电话跟我报平安 是不是就解释了 如果他当初没有听那个念头的话 依然坐上那一班列车 今天就换我要去探视他 就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很多刹那间都必须得看你是不是可以抓住 所以如果你还一直用人类的思考模式走在身心灵路上的话 可能你的进步会稍微少一点点 但不是说不会进步 只是说已经告诉你大方向 有时候你那个一闪的念头 就是老天 就是我俗称的老天爷 也可能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上帝 或是你心目中的圣母玛利亚 或者是阿拉 或是任何一尊神 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你说 做什么事或是不做什么事 但这些念头要跟你们说 都是无厘头的 然后都是没有逻辑的 他只是用他知道最好的方式告诉你 而你能不能抓住而听话照做 那我觉得我会被这样选到 大部分我自己思考了一下 我在大部分的时间通常都是听话照做 比如说以前的影片听到什么讯息就做 应该有看过我影片早期的人 也知道以前我的脸是非常不愿意 也没有像现在这么 享受在这个工作下 也就是说我也是一步一步听话照做 走到今天 那中间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那种 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比如说我收讯息帮别人服务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这个讯息到底在讲什么 可是就透过我的讯息对方就大概能够明白 就是对方能听懂 但或许我自己不是那么懂 只是我把收到的讯息透过我嘴巴讲出来而已 但这个讯息无厘头 无厘头 那我的个性只是比较听话而已 只是比较听话 所以在身心灵路上练习的你们 你们要知道我们的第六感 你们讲的第六感 也就是灵魂的感知 也就是再缩写一点 就是灵感 灵感 这个东西 这个功能 本来就属于在我们身上 只是你们忘记了 比如说也有人说什么 外星人他可能不需要沟通 就是靠意念 其实再次空间也是一样 他们也不需要说话 完全靠意念 那完全靠意念的功能 只是你来到地球 当人类太久 然后你忘记而已 你忘记而已 但如果你愿意 慢慢想要拾回那个感觉的话 确实这样子的感知 就是这样的灵感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能够帮助你在生活上 偶尔解决一些 你可能觉得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用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真的是无厘头 他真的是没有逻辑 也就是刹那间给你一个小念头 那如果你能够接住 抓住并执行 有时候你会真的回头一看 真的是老天爷正在大大的帮助你 你会产生极大的感谢之心 今天分享到这 如果可以的话 多为这个408的班次的 不管是亡者还是伤者 我们都每天都给予祝福 希望都可以圆满的落幕 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平安哦 好 今天分享到这 I love you 拜拜